年少成名,27歲就破解世界級數學難題卡拉比猜想 以他名字命名的卡拉比幽流型 是物理學中言理論的基本概念 他就是公認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數學家之一 被譽為數學界的國王,幽成童 幽成童1949年出生於廣東山頭,同年隨父母移居香港 幽成童自小家境清貧,年少時桑婦又媽媽撫養成人 1966年,幽成童入讀中文大學純基學院數學系 其後獲推薦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考深措 私從著名數學家陳成新 在美國深措期間,幽成童破解了包括 卡拉比猜想,正能量定理等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 其後更擔任美國多家著名學府的教授 1978年,幽成童應邀在芬蘭舉行的世界數學大會上發表題為 微分幾何,中篇微分方程作用的學術報告 這個報告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前後 微分幾何的研究方向、方法和主流 1983年,幽成童榮獲有數學界諾貝爾之稱的菲爾之獎 2010年更獲得被譽為數學界終身成就獎的 玉爾夫數學獎 是史上首位兼獲數學界兩項最高殊榮的華人數學家 即使年少時離開中國到美國學習工作 但幽成童對祖國的感情始終無辨 自1979年,幽成童授邀回國港學資金 40年來,他對中國數學的發展盡心盡力 不單止不要申籌,還自圖腰包、捐資助學 自90年代起,幽成童為數學研究機構四出籌集資金 先後建立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 中科院神興數學中心、浙江大學數學研究中心 及清華大學幽成童數學科學中心 為增進華人數學家的交流及合作 幽成童發起組織國際華人數學家大會 他設立的幽成童數學獎、幽成童數學英才班 為中國培養大批優秀的數學人才 幽成童自稱森平子做好兩件事 第一,做出一等數學研究 第二,幫助中國成為數學強國 他在數學上的非凡成就掩蓋不到他的愛國心 他培養超過70個博士 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國學生 如今部分學生已經學成歸國 成為中國數學界的領頭人